迪拜最出名的就是帆船饭店 所以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迪拜的话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种 不同的品牌都在这边 那酒店管理这一块的话 等于就是全世界各种顶尖的酒店都在迪拜 所以这是当然是对学生有吸引的力 迪拜现在有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品牌 那你从商业酒店到休闲酒店 到等于度假酒店 各个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酒店 然后不同的等级 不同的星级 迪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 让学生有这种opportunity 去能够争取这种不同的experience 迪拜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在这里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也在这里生活工作 所以我们做酒店行业的话 不单单是能见到当地人 也可以看到很多从国内来的中国游客 和从世界各地飞过来旅游的 我们现在有总共40多个中国学生在这边 那每年的话我们看百分之五到十的增长率 我们有很多各个不同的国籍的学生在这边学习 他们等于一个梯次可能里面就有六十四个 六十四个不同国籍的学生 在一个小小一班 每一班来十五十六个人的话 可能就五到十个不同的国籍 他们能够了解各个国家 各个文化的不同 从文化的文化的不同 从文化的文化的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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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旅行给学生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因为他们三年都是跟不同的国籍的学生在一起学习 我其实来自迪拜 我生了这里 我基本上是在一个魔法的城市 而且在一个环境中 充滞了医生和旅游 我一直在买到的东西 我认为阿弥陀佛或迪拜 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为人们想要求这些学生 你住的话 不管你是前台的一个摄影师 或者是你在处理饭师 或者你到你的酒店的总监 你都要了解这个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